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琴 今天做一个枫叶发散 首先呢就是需要准备这样的卡纸 然后这个是剪下来的一个组合 可以做这样子一片枫叶 先把叶子从卡纸上剪下来 这个是已经剪好的五片叶子 首先取出0.4毫米的铜丝 把线放到铜丝上压紧 然后从线头这里开始缠 大概需要缠0.5厘米左右的距离之后 再放上第一片卡纸 从右往左一次把花瓣都缠完 在缠这样子的卡纸开头的时候 要一边缠一边把线铝平整 这样子开头的那个地方就不会露出卡纸 这一半叶子缠完之后 我们加上另外一半的叶子 继续往下缠 这里加上的这片叶子 要跟第一片叶子这里对齐 这片叶子是没有继续往下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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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两片叶子都缠完之后 从中间对折 过来把两根铜丝合到一起 尾部打结固定住 头部这里捏一下给它捏成一种尖尖的形状 然后铜丝不要剪断 左边的铜丝开始继续缠绕 这里大概也是需要缠0.5厘米左右的距离 之后再放上第二片叶子 然后继续往下缠 整个过程中都不需要剪断铜丝 然后就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接上去 一直缠到五片叶子都缠完之后 再剪掉铜丝 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叶子这里有一点弧度 然后容易划线 所以这根线的角度要尽量往左边倾斜 然后这根长线要与外边缘的卡纸垂直 这样子就尾部这里就不会划线呢 然后边缠边要留意一下背面 有没有露出铜丝和卡纸 并且要边缠边缘线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背面看起来和正面一样平整 现在这片叶子也已经缠完了 然后一样打结固定 调整完形状之后后面的三片叶子用一样的方法把它缠完 现在五片叶子都已经缠完了 然后把两根铜丝合到一起 缠几圈把结固定住 现在就可以剪掉铜丝了 然后这是做好的五片枫叶 接下来就是组装起来了 现在取出0.4毫米的铜丝穿过一颗8毫米的珍珠 铜丝的长度大概就跟枫叶的那个花枝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颗珍珠从枫叶的那两根铜丝里面穿过 尽量让这颗珍珠保持在枫叶最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固定好这颗珍珠之后 就用线把这个珍珠的花枝部分和枫叶的花枝部分给它缠紧 然后把珍珠的铜丝和枫叶的铜丝都用线缠住 不要露出铜丝了 最后缠完之后把线头在尾部打个结固定一下 然后把线绕在铜丝中间扭紧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就是按照你想要的形状 依次把这些枫叶组合到发簪上面就好了 这里组合发簪我用的就是QQ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枫叶组合好之后把它缠在发簪上就好了 感谢观看 现在发簪都已经缠完了 然后调整一下枫叶的形状 就给它掰成你想要的样子就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上头的效果啦 今天的枫叶发簪是不是很简单呢 期待你们的作业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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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